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下報我不講場又來了 我是余榮樣也有鄭仲暉 是 宇成你好 廢哥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集又輕輕講講衛星賭場 因為去到立法會 就上了異常會去談 都是開始提一提出來 然後就講一些話 就說 為什麼以往這樣 又不改呢 上委會的主席 就陳澤慕容的妙譽就說 有一點點像那個新的土地法 有些東西 法律可能存在就沒有正式去執行 換一個說話 就是說 衛星賭場有些東西的規定 在這麼多年來 政府沒有特別要求去做 沒有積極執行 而那些賭場也沒有去做好 那我是有一點點評論 賭場本身 你不要求它 它覺得你是可以的 默開了 是嗎 因為它沒有違法 我看 當然你說衛星賭場 是不再發牌給他們 當然我們會 不是不再發牌 是 我補充少 會清晰些 就是 衛星賭場 如果不是在一些有關的持有賭場 牌照的物業裡面 就不可以再繼續經營 不是不可怕 我想我們要看回頭了 既然衛星賭場有了這麼多年 在澳門運作近 我們一定要看看利弊 對於澳門在哪裡 當然現在我們再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意義不達 現在在立法會那裡再提出 因為已經說了 這個場所 如果不是這間持牌的博賽公司 擁有的話 就不可以繼續經營 我們也提過 有些是容易搞的 例如在商業大廈 有些比較惡搞的 例如在酒店裡面 因為現在談到 就說要解決分層的登記 有些是比較難搞分層的登記 你記不記得 在我們賭業很興盛高峰的時間 好像周圍都很容易 有個賭場在那裡 新開的大型酒店就有 是 2018年開始 是 很多 當時開始在金剛大道 就陸續見到有 巴黎人 永利皇宮 和金絲美高梅 美絲美高梅 應該是 你們說是否 衛星賭場 我想這個問題 我自己覺得 正如你所說 其實是不難解決一個問題 所以很多人 擔心 原來 到時 符合不了這個規定 就會炒很多人 這樣 其實這件事 我反而 現在提出 是一件好事 大家可以 用一些方式 令它 合回這個規定 我今日的提出 就是 政府究竟想它生 還是想它死 都有個傾向性 現在立法 你是想幫它 還是想捏死它 如果傾向性 想它死 很容易 想它生 就看看 按現行 怎樣去幫它 或者叫做 讓它走路 這個可以做到 有些專家學者 都提出的意見 就是 可能有些 真的不行 不行 那時候 過到期 可不可以 由這個 原定的 三年 或者延長一點 至於延長多少 他們沒有提 特別的意見 那是否延長到五年 是吧 我想 這件事 我大膽在這裡 猜一下 完全沒有任何根據 我純粹猜一下 是否要配合 澳門不要用島 作為主要的 一個單一行業 所謂龍頭行業 所以 將這些 衛星賭場 將 澳門最低限度 在場所方面 不要到處 走到處都是賭場 是否這個意思 就是不要這麼難看 它認為難看 我們可能未必覺得難看 但是有人認為難看 沒錯 沒錯 所以這樣 或者叫做 不要說投其所好 或者叫做 我們最低限度 都要做一些工作出來 顯示 澳門政府 都是同意 一個看法 就是澳門的龍頭產業 不要再像以前那樣 百花成縣 我會想到這樣的情況 才會想到去整治衛星賭場 整治衛星賭場 如果是令到整個賭業是好的 這樣就可以做的 現在最緊要 你為甚麼目的去整治它 是為它難看 還是整治了 會成長得更加好 集中在一個地方去賭 如果是令到更加好 我當然同意 如果不是的 令到那些區是蕭條的話 可能有骨牌的效應 我們經常都說 這是澳門的龍頭行業 很多人又會 逐內 龍有龍身有龍尾 有龍頭放在這裏 這就不要觸自失 他說龍頭就是帶動 不是說龍又再分 那條龍 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有一個衛星賭場 在這個區 或者這條街 會帶動了這條街 整條街 因為這個賭場 這個是事實的 我們講的地方 其實現在講的 很多年輕的朋友 未必認識的 但是我們那一輩一定認識的 就是金壁賭場 金壁賭場 其實在很小的地方 很小的地方 幾個鋪位 十月初五街 福隆身一帶 就給他大旺 就是因為金壁那裏 那一堆的餐飲 多旺 我就擔心 如果將來殺光衛星賭場 可能店舖 或者飲食場所 要開在賭場裏面 這樣的時候 裏面的叫價更加高 外面的店舖 就全部收拾了 就沒得做了 所以我看出主意方面的人 是想怎樣 大家要清清楚楚 知道 當然澳門是要遵照一些大的方向的 我剛才說 倒出了玄機 你想牠生還是想牠死 如果你想牠生 你就幫牠 如果那些衛星賭場 生得來 是令到周邊好的 假如因為這樣 而有少少負面的 你就看下 容忍牠 還是調整了那些負面去 我想這次 我們現在看到 比較負爭意性 就是衛星賭場 這個環節 因為這個 為甚麼呢 是直接影響 現在實體存在的場所 一班工作人員 周圍一帶給牠帶往的人 會因為這個改變而改變 所以大家都對這件事 講很多 即是不同的持份者 不同的議員 都講了這件事 講了多少 還有計算那些 衛星賭場有多大 一間間都不同 很參差的 或者有些影真事 你都覺得牠沒有甚麼效益 附近又沒有甚麼店頭 那就可以調整一下 現在我想整個賭業的商量 即是商議 講清楚 沒有甚麼特別的爭議 我看到 包括年期 本來我們現在做的 差不多二十年 現在變了十年 大家都沒有爭議 為甚麼呢 當時大家都是摸著吃 沒有 不是表示心都沒有 是不敢的 我覺得是不敢的 但是呢 你知道日本 你現在這樣 你還以牙鬆鋼 就不給你的了 日本呢 一個是說五十年 六十年的 那個賭權 在日本那裏 它完全跟我們不同 日本是以國來算 我們是一個 國家都認為澳門 都仍然是有些東西都未適合 所以以特區來到 去將澳門統治 是吧 其實澳門真的很威風 一個特區 一個這麼小的特區 可以做到全世界最頂尖的娛樂圈 其實 這裏 那就是可能阿爺就不喜歡這樣 你頂尖 或者穩陷了裡面 有很多不健康的東西 是吧 包括清洗黑錢 有些這樣的成分 我想現在我們要小心一件事 當然澳門有它的地理優勢 因為我們是在中國的旁邊 飛機都可以 就是如果廣東省不用坐飛機 都可以坐車來到 已經擁有很大量的島客 但是我們也不要擔心 其實世界各地都認為 在經濟衰退的時間也好 什麼都好 是一門不錯的生意 暫時這個都不用太害怕 因為你看回內地 不准同胞來澳門賭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它也不准同胞去別處賭 而且我們多數客人來自廣東 假如我們的博彩是健康成長的話 廣東的朋友來玩幾手 應該沒有問題的 我不希望我們贏的同胞太多錢 僅僅能夠我們戶口 在其他方面又再成長就好了 多謝輝哥